老烈 大哥 抓住他们 做大餐 他真不是人 这只油闷 这只青仗 这只报仇 麻辣小龙虾 好强 你别急我 你的钱再戳倒我啦 死鱿鱼 你手我哪放呢 你说的是哪只手 看朕打下的香山 小狠这么厉害 应该可以再给我变出 烧烤架葱花香菜油味精的吧 哼 那个不 超级变变变 哇 我的个乖乖 瞧瞧这个做工 豪华又高调 弟弟 这是什么 老哥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叫BBQ BBQ 那是什么 唉 哥 你不需要知道那是什么 你只知道 我们待会能打包口服 是 我想的那样吗 果然 哥 尝尝 我敢发誓 你吃了的 会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打面 可你 怎么学会的 打面 白马 真想 你 你吃的是我七大姑 八大姨 二舅奶奶家的大外甥啊 我要你们尝命 大外甥也不想看到你这样啊 兄弟 多谢三位大侠 出手相助 无需多礼 这些妖兽乃是凶嘛 你们国主 为何才派这么些人来抵御海妖 大侠 有所不知 我东求边境海岸县 常年遭受兽朝袭击 深受其饶 不过还好 国师足智多谋 每一次的兽朝 国师总能带领援军 帮助我军降服海妖 他又来了 是 什么 快逃啊 是那个人来了 但是最近 国师亲手辅佐的太子 将他软禁起来了 所以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等到 国师带来的援军了 对付贫乏的兽朝 实在是赤裂 冬秋国太子 软禁国师 嗯 无尽海域还走不走了 拿着这鬼东西离我原了 几位大侠是想去无尽海域 这咋了 可是 这无尽海域内的内部方位 数千年 一直在变 几位没有地图 如何越过他呢 你是说 是无尽海域 只有靠地图才能找到正确方位 没 没错 爹你 有地图 对吧 没有 老爸你连地图都没有 怎么好意思呢 逆子 二位不必如此 其实 这无尽海域地图 是我冬秋国的 国宝 什么 是呢 几位帮我们冬秋国抵御了海妖兽朝 说不定我们国王肯介于几位 是吧医生 咱们马上去你国度 听说了没有 这次边境的兽朝 是几个外乡人击退的 那咱们的国师呢 之前不一直是他带头抗敌吗 你还不知道啊 宫里都传出消息了 国师被太子软禁起来了 软禁 国师不是咱太子的恩师吗 怎么会 听说 因为他盗取国宝 冬秋国地图被太子发现了 所以才软禁他的 国师盗取地图 真的假的 想要我为什么倒霉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终于等到你们了 几位击退海妖兽朝的英雄事迹 在宫中早都传遍了 那可不 小爷一出手 天下无敌手 是吗 哈哈 就是不知道我们帮了国师 你这么大个忙 能不能帮江某一个小小的忙啊 哈哈哈哈 少侠待说无妨 我冬秋国地大物博 什么都能 我要你们的无尽海域地图 哈哈哈 江少侠有所不知 但是 无尽海域地图前段时间失窃 真正让人追查此事 存无款的是什么 父王 这还用追查吗 肯定是那狼子野心的国师偷的 二弟 此事稍未有定论 对不起